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歡迎大家參與LIFO文化Lunch Time Spa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我身邊的大人物 就是香港著名粵劇明寧,阮兆輝教授 阮兆輝教授至少從藝,而且踏入粵劇界 得到神童萬能泰斗這個美語之餘,獲獎無數 除了他最深演出之外 阮兆輝教授亦是全城粵劇藝術為己任 積極向學界推廣粵劇 在2018年至2019年的年度 阮兆輝教授於中文大學 教授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 名字是《中國戲曲欣賞》 今天很難得我們請到阮兆輝教授 來到我們就每大學LIFO文化這個平台 今天和我們淺談一下粵劇 是可以怎樣去欣賞的 很歡迎,阮教授 謝謝你 接下來我就交時間給你們講解一下 各位朋友,粵劇是什麼呢? 粵劇是中國一個很古老的舞台 這個叫做戲曲的舞台 戲曲舞台在中國來說 有348種不同的戲 這個叫做戲曲 為什麼會有300多種不同的呢? 就是以謊言去分解的 就是說它說什麼話 就變成什麼戲了 當然地方就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我們也是一個叫做地方戲 廣東省就叫做月 我們不是廣東唯一的戲 不過我們是廣東裡面 出外擴散得最多的戲 所以我們就被譽為粵劇 就是說代表了廣東 其實廣東還有潮州戲 福老戲 裡面還分成政治戲、白字戲 也分成西巡戲 還有一些廣東漢劇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戲 我們說這種叫廣府話 我們就被人叫做粵劇 我們代表了粵劇 我們粵劇是中國戲曲舞台其中一份子 其實欣賞中國的任何戲曲 欣賞都是一樣的 怎樣去欣賞呢?都是一樣的 戲曲很奇怪 我們東方的舞台 跟西方可以說完全兩樣 那你說台只有一個 觀眾又在下面的座位 怎樣說兩樣呢? 形成不同 你現在都看很多新劇院 那些觀眾是漸漸向上 座位漸漸向上 向到最後是比舞台高很多的 但是中國戲曲舞台一定不會 為什麼? 是因為中國戲曲舞台 就是高台教化 我們以前中國的教育是不普及的 很多人是不識字的 那靠什麼教育呢? 竟然是靠戲曲教育 他們去看戲的時候 戲就做一些歷史給他看 也做一些忠孝哲義的灌輸給他 將一些思想 也都說神說鬼 嚇著他就不要去犯案 就不要去害人 就是害人是鬼來找你的 這一個就是一路演變下來 我們也是除了娛樂 就是教育的其中一種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高的觀眾呢? 最重要的是 高高在上 你會覺得他講的話 你會比較順利 為什麼我們對一個尊敬的人 或者尊敬的神 我們要跪低呢? 跪低就是矮了他一節 其實這是很顯展的道理 所以我們這種叫做高台教化 我們給大家看一個中國舞台 這個很古老 是佛山祖廟的萬福台 以前真的演戲 這個台是比人頭高的 你看到這麼高的台 那些人坐在下面 就擔高的頭 其實不只坐在下面 不是坐的,是站的 以前舞台中間的大地堂 不能坐的 是站的 平民百姓 反夫走出 在那裡看,是站的 好了 達官貴人 有身份的人 不想和人逼 又怎樣呢? 跟西方舞台一樣 是有包商的 你看看萬福台的兩邊 萬福台兩邊 是不是有一些 好像屋一樣的東西? 那個二樓 其實就是包商 都是舞台的兩邊 那這個呢 就不約而同 跟西方的劇場 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你去西方看過那些劇院 它兩邊的包商 都是很近的舞台 但是呢 就很奇怪 越是貴的那些 就越近的舞台 但是越側 這個呢 就從來都是這樣的了 所以後來就改到 舞台前面有座位 那我們都改良了 即是說 我們現在買得最貴的票 就不是兩邊了 是舞台前面的座位 那這個呢 是一個慢慢演變出來的 那麼西方舞台 跟我們最不同的是什麼呢? 我們叫高台教化 台高於觀眾的 西方舞台 是觀眾高於舞台的很多 為什麼呢? 你想想它在哪裡形成 是羅馬的兜收場 競技場 那是不是可以看足球 你明白嗎? 那些觀眾全部升高了 看下去 所以呢 我們有些表演法 是跟西方有不同的 我最初出身的時候 我用三年就出身 那我出身的時候 那些舞台還是很高的 那我們演戲呢 是 扑前的感覺 這樣 向下的 現在不用了 現在就是平望就好了 如果你現在向下 大部分觀眾看到你 都是頭痰痰的 你明白嗎? 看不到 看不到對眼的 向下 那這個呢 就是時代的演變 劇場本身的演變 為什麼會演變成這樣呢? 它又要適合東方 又要適合西方 沒有辦法 它唯有拉平了它 大家 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全部在樓下 向高望 視線就不遮 現在的舞台矮了 觀眾就遮了觀眾了 所以它要慢慢升高 慢慢升高 就像西方舞台那樣高 比演戲的人高 是吧? 那這個呢 就是舞台上的不同 繼續下來 我們中國舞台有什麼? 什麼都沒有 我們是沒有報警的 現在才有報警 最早期呢 我們叫做一桌兩椅 就是一張桌兩張椅 那不是的 就是有時候有很多張桌 有很多張椅都有的 不過 代表就是一桌兩椅 一桌兩椅呢 它怎樣擺 怎樣擺 就是不同的形式 擺成不同的東西 我們看看這幅圖 都是桌椅搭成的 就表示什麼? 表示一個關卡 就是守著誰出入的 那這個是一個關卡 另外呢 一桌兩椅呢 我們看上去右邊的 有個有騷的演員在那裡 就是什麼? 承漏 我擺法不同的 就是那張椅在桌上面 桌下面的椅 擺法不同 這邊呢 我們看過去左手邊 是山丘 都是一張桌 所以我們的變化是很大的 好了 繼續下來 就比較新一些 就是後面一堆山 前面一堆石 但是他們兩個 在不同的場景裏面 其實相隔很多 很多百里 它只是做個氣勢出來 我們看到後面很多旗 其實四個八個 就代表了千軍萬馬 因為氣台其實容納不到 所以我們的氣台 其實基本就是抽象的 那抽象的舞台 我們最早期是怎麼學出來的呢? 我們出生的時候 已經有道具 有報警 那道具 杯一定有的 酒壺茶壺一定有的 但我們最初學 就是學什麼叫抽象 抽象就是你心目中要有的 那樣東西 我針切酒給你看看 你拿起杯 譬如你當哪張是桌 你拿起了一隻杯 舊時的杯 舊時的杯 並不一定是圓形 可能是四方 那你無疑到 我拿起這隻杯 那這隻杯 你拿起了之後 你就不可以這樣了 因為這隻杯是硬的 這隻杯 你拿起了這隻杯之後 那初初呢 你演戲都還可以動的 但你倒進去就不行了 那你就拿著酒壺 怎麼叫酒壺呢? 那你就當酒壺了 針了 你不可以針到不斷 因為這隻杯有多大 會寫的 所以你的感覺就是 我針到那麼長 悶了 為什麼要這樣呢? 你普通針的東西都是 其實都是這樣的 即是初初怕倒捨 對正的口針 針的時候 你會慢慢慢慢提高 這個是很自然的動作 好,針到夠了 放好它 一針完之後 這隻手呢 平衡就要緊要了 就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倒捨 弄完之後 你喝了 戲曲呢 就沒有抹大口喝的 一定是遮住的 因為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有東西的 尤其如果帶著鬍子 不想拿起鬍子 有什麼不可能的 你明白嗎? 是不美觀的 所以我們一定是遮住的 其實這也是禮貌 即是等於現在 舊陣時我們見到很多 老人家都這樣喝茶 這也是禮貌 現在 現在 喝茶也沒有人掩著 但有一樣東西還掩著 用牙籤撩牙 你是不是掩著 因為不美觀 沒有禮貌 即是一樣的 所以都是這樣擋一擋 好了 這個喝 也有一個 做的 即是真的喝的感覺 唉 有這樣的感覺 一喝了一口 唉 你平時未必有這個感覺 但你要做出來 就告訴觀眾聽 我現在已經喝了 這就是我們的抽象 為什麼要抽象 我們的舞台空框框 只有一卓兩二 那怎麼辦呢? 我們怎麼可以做到這麼多東西出來呢? 我們全部靠什麼? 靠演員 我們和西方有一個最大不同的地方 除了說舞台高矮 最重要的是 西方是不可以真實 他就去抽象了 我們是不可以抽象 我們是真實的 什麼不可以抽象呢? 張椅就不可以抽象了 一個人不可以當著坐椅 坐空氣椅一個小時 坐不到的嘛 於是 他就要有張真的椅 可以抽象的東西 全部都抽象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針酒 好了 我舉一個例子 很容易明白 繡花的針線 隨街買到的嘛 為什麼我們台上是假的呢? 其實這就是藝術 不是我欣賞你什麼 你做的事我都會做的 我幹嘛買一張飛體呢? 一定是有些事情 你做得美觀過我 我是做得沒有你那麼好的 我是欣賞你 我以為是買飛體器 是嗎? 好了 那麼我們 拿針拿線 有一個很重要的感覺 如果你的心沒有針線 做不到的 就是怎樣 那個感覺 好了 如果一場戲 你一邊唱一邊瘦 一邊唱一邊瘦 你唱三個字 那條線你會有多短呢? 如果你越瘦越長 那就死了 不行 所以你一定心裡 有條線 是真有針線 那你就會做得好 那這個呢 就只是說我們 叫人家看我們什麼 我們給賭什麼人看 這個唱念造打 這個其中一個就是做 我們以前 大家都知道唐明王很喜歡戲曲 他皇帝什麼做不到呢? 他要做什麼報警 做什麼都可以 是皇帝 好了 宋朝 宋徽宗等等人 都很喜歡詞 很喜歡戲 那為什麼 我們會有這樣的舞台呢? 很可能 是元朝之形成 大家知道元朝 是很多戲曲家的產生 例如大家聽到的 關漢卿 黃實虎 全部都是元朝的 他們產生了很多很多戲曲 為什麼 是因為蒙古人的高壓統治 很多讀書人 是一肯怨氣說不出的 又民族 我們漢族被打壓 其次呢 就是他們本身 很多東西抑鬱著 散發不出來 不滿的東西 於是寫戲去發洩他自己 你看元朝很多戲 關漢卿的戲 不管是國和國 家庭也好 社會也好 甚至在妓院裏面 也好 都是鬥爭的 始終鬥完之後 是弱性強的 這就是很多元曲本身的銜子 我不夠你打的 但我心裡是贏了你 即是鬥鵝冤 大家不知道看過這齣戲沒有 有個女人被冤殺了 結果鬼魂告訴他爹 爹爹也跟他翻案 就是我生不夠你鬥 死也要鬥贏你 這是他們的宗旨 所以在元朝 就產生了很多戲曲 元朝的戲曲 經常罵社會 差不多罵朝廷 他不敢正式罵朝廷 朝廷是不滿的 不滿是怎樣呢 拘捕 元朝的戲 是要給很多觀眾看的 我搭個棚 搭到戲台 才能做到戲 那你說有多小機會呢 於是 做街頭劇 街頭劇 是否隨時會被人拘捕呢 看不過眼的官兵來就 拘捕你了 那就要離開了 是吧 好像小販一樣 一來拘捕就要離開了 走的時候 帶了多少東西走呢 所以服裝很簡陋 布景道具沒有 一卓兩椅就全部了 明白嗎 所以我們的一卓兩椅 是這樣產生的 因為最早期的戲 我們當然不知道有些什麼 也沒有記載 道具是怎樣 布景是怎樣 但是 你想想是 皇帝看的 那什麼都做到了 是吧 可能民間看的 不是也不一定 好了 到民間 我們現在承受了 一卓兩椅 下來 經過了 明朝 清朝 清朝 我不知為何 是滿洲人 為何會這麼喜歡看電影 這個我自己也不知道 清朝很多代皇帝都喜歡看電影 看到最後 我們覺得他是千古罪人的慈禧太后 他也害到中國很慘 他長政那段時間裡 中國是跡弱跡得不得了 他什麼都無知的 其實是 但是 每個人都罵得他 戲曲界就不罵得他 他最喜歡看電影 所以戲曲界 是受惠於他 是很多的 好了 那我們怎樣欣賞 這種叫戲曲的東西 除了剛才我說的 那個叫抽象 抽象的欣賞 就是他心中有沒有那樣東西 但我們沒有報警的時代 是要欣賞他對報警的感覺 那位演員走出來 這裡是荒山野嶺 後面沒有東西 但他的感覺是 嘩 嘩 嘩 哎呀 那裡是什麼 啊 那邊有個山 啊 是呀 那裡有雲 藍天白雲 如果你做不到就沒有了 什麼都是你說的 很冷也是你說的 很熱也是你說的 很猛風也是你說的 好了 那就是靠演員去表演 所以戲曲本身的原意 其實就是看著演員 所以我們不是不接受任何新的東西 但是接受新的東西 不要讓他阻礙了我們本身的表演 你阻礙了台 我走也沒得走那怎麼辦 揮灑不到我自己的身段 我自己所練的功夫 我揮灑不到 那就是什麼 就是阻礙了我演戲 所以這個是絕對不能夠本末倒置的 雖然現在極視聽之餘 很多燈光報警產生了出來 是很靚 但是不可以靚得令觀眾只是看報警 忽略了人 忽略了演員 好了 那我們的演員怎麼訓練出來呢 說就是 我們的演員 什麼都要懂的 音樂要懂 鑼固要懂 服裝怎樣要懂 化妝怎樣更加要懂 道具怎樣拿 刀槍把子怎樣拿 怎樣打 槍念造打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但是 怎樣開始訓練 我們對著觀眾做一齣戲 整晚 例如三個小時 我當你走 你猜最多的形態 是什麼呢 一個演員 其實最多的形態就是 站在那裡 走 坐下 你三個小時 打關頭 三分鐘就暈了 是不是 三個小時灑槍花嗎 都不是 沒有水就 都不是 就是 站 走 坐 我們 最主要要訓練這三種 那 站、走、坐 誰不懂 有腳就懂得站 是嗎 就是我們要站得不同 為甚麼叫做不同 為甚麼叫做不同 如果和一樣 普通的觀眾上來站得比你漂亮 那 不用來看 是吧 站 我們初初練習是甚麼呢 是要直 如何是直 如何是直 你好像這裡 是向上頂 腦的中間 不是前壓 向上頂 提起人 不過 是要壓著肩膀 肩膀不能這樣 很多人說 我威武 是這樣的 是不可以的 壓著肩膀 你伸直一條腰 自然的人就是直 我們一般說 直了之後又怎樣 走 走 走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知道哪一隻是重心腳 我們通常是左腳先走 如果你不是把自己的右腳搖到變成重心 你的左腳怎麼走出去呢 如果你兩隻都是重心 這樣的人會 你明白嗎 你忽然間這樣起步 你個人就會側一側 我們是不准的 我們不准向前撫 向後撫 不准兩邊歪 准甚麼呢 准這樣 這樣的側就是准的 走 走 每個人都會走 為何要學走呢 因為走 是連著你的肩膀 連著你的身 你穿著這套氣服 怎樣走 你明白嗎 怎樣走 怎樣走 是你本身要帶著衣服走 你如果歪歪曲曲 那衣服就不聽你的話 好了 如果你說我們站、丁、行、八 站在那裡是丁字的步 走的時候八字步 有時候這只是一個標準 有時候站在那裡都可以八字 不一定要丁的 但是站、丁、行、八 是一個很初期的訓練 好了 那怎樣走呢 左腳先走 右腳是重心 走出去 好了 那我走著走著 會轉彎 為甚麼 因為你這裡跟著這樣走 這樣走 那個人是斜的 是歪的 大家要注意些甚麼 如果你想走著直線 除了這樣走之外 你又要這樣走 怎樣走著直線 其實很簡單 伸了腳之後 臨下腳的時候 其實是回頭 明白嗎 臨下腳的時候 你的腳不是向那邊 你的腳臨下腳的時候 是回頭 明白嗎 多走兩步給大家看 走來走去都是直線 當然我剛才不動過步 動過步其實都是直線 所以呢 我們還要聽著羅鼓音樂 我們有時候伸腳出去之後 未到我們是不下腳的 所以我們練的時候 伸了腳出去 打個圈才下 或者伸了腳出去 伸了腳出去 不下 這樣才下 就是因為你 要聽著羅鼓音樂 令到你 那個步 才適合那個節拍 這個呢 就是走 好了 到坐了 坐最重要呢 就是我們有一些 坐相 我給大家看看 它有一些側側的坐 不是像拍身份證相 身份證相 要看到兩隻耳 做大戲不是 做大戲就是要這樣 這個是一個氣勢和美觀 穿著長袍 我們叫做海青那種 一個書生是怎麼坐呢 書生呢 那些長袍呢 我們不讓它垂直下去的 有隻腳這樣頂起 頂起一件袍 那個人比較美觀一點 有些線條 另外呢 最難穿 就是對空開的衣服 那種叫做披風 因為裡面那件衣服 跟上面那件 就是你看到灰色和藍色的 是兩件來的 你一坐得不好 因為你都是這樣 拉開腳坐 它中間就放進去 因為它是軟的 一躲進去 好像是一個洞 就很難看了 所以你一定要按住 裡面那件衣服 按住它 這樣坐 明白嗎 那你裡面一鋪平了 外面就漂亮了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座相 那 除了這些做派之外 我們最重要呢 就是 做到一件事給觀眾看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這裏是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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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眼神要帶到觀眾看 這裏是哪裏 我們穿戴起所有的東西 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們看到大器 很多腰帶 就不是綁著一條腰的 你會覺得很奇怪 就像呼拉圈一樣 看到這裏是網袍 紅色的那裏 本來是我們一條皮帶 那裏是固著一條腰的 為什麼會這樣鬆開 其實是為了什麼 為了我們的標準的審美 是看國畫的 我給你看看一幅國畫 這個李世民像 看不見這條腰帶是怎樣 是彎 是彎 向下彎 是因為我們的古畫 是講求那種 叫做婆娑 衣帶 它有飄的感覺 所以它不是直拍拍的 腰帶不是穿這裏 是這樣的 你說那個東西是大肚腩 你的肚腩不大 不用這樣 不是 它是講求那個感覺 我們有些審美眼光 是跟現代不同 你看中國的古畫 畫人物的 好像有風吹起 其實它都是一個感覺 這個就是我們穿著戲服 給人感覺 就是要有古畫的美 另外有些如果做武將 是怎樣 直立 對 你看這張照片 那個叫周瑜 劇中人是周瑜 周瑜是三個名將 它那個亭 你看到整個是這樣直的 向上 我們叫做立起來 是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眼神 這張照片在台上拍的 是眼神 動作 是一定要 這些地方都很標準 其實我們 戲曲的形體 很多時候 都是根據它的平衡 是很可能的 我們有一種動作叫做拉山 很多人都不明白 我們這樣叫拉山 拉山 拉山 又不拉水 是嗎 其實呢 是 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給觀眾看 給一個平衡 給觀眾看 拉山之前是怎樣 我們是廣東班的 現在很少看到的 拉山之前有個動作叫做洗臉 我們洗臉 不是這樣洗的 是這樣洗的 即是正的 之後什麼呢 這樣下去 叫做開門見山 推出去 好了 我們規矩是鼻歌落 心口出 即是對著正自己 兩隻手這樣落 這樣推出去 推出去 為什麼叫做山 這兩隻手屈起 其實我們上半角是個山字 所以叫做拉山 那學什麼呢 其實學你的眼睛 其實是 你眼睛看著手 推出去 隨便看一遍 這個是練一隻眼睛看著手 為什麼要看著手 就是因為你的眼睛 在台上的時候看哪裡 對方有人跟你說話 你就看著它 一個人在那裡沒有你看哪裡 你這樣不行 你不傳的感覺 所以我們是看著手 看著手 第一 不會讓你的眼睛不知道在哪裡 第二 最重要 就是傳神 傳神 我們剛才也說了 在整個戲曲舞台裡面 空空空的可以是沒有東西的 你要觀眾感覺到你 這個是什麼環境 第一 劇情 整個劇情 都是靠你們說的 觀眾所感受到的 能否感受到 就是靠演員 我們最初戲曲的故事 幾乎家如戶曉 我舉個例子 你去看白蛇傳 你知道做什麼嗎 你告訴別人 有條白蛇 有條青蛇 有條什麼 又怎樣怎樣 那你還去看什麼 這就是個點 做什麼 我要去看戲曲 戲曲欣賞什麼 好了 我們經常說 有些觀眾可能說 唉 我要學個字 懂得看 煩不煩一點 但你學個字 懂得看 少許 當然不是學很多東西 那你就會 欣賞的深度 可能進入一點 我舉個例子 其實很多東西都要學的 足球 很顯錢的東西 入了龍門 就叫做入了球 有球就贏了 如果你不懂得看 有很多東西是不明白的 為什麼橫邊出界 就用手扔球進來 在龍門後面出界 就要腳踢的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有個前鋒 明明過了那些後衛 拿了球 就說他往外走 走回頭 越衛 為什麼呢 是不是都要知道 這樣就是了 就是說 很多東西 你學少許 知道規模 你就欣賞它 你就會順留很多 我們還有就是 做動作的時候 一定會心裡有那個動作 什麼是有那個動作呢 就是 我們跌了下水 那怎麼辦呢 跌下水 有四樣東西 經常分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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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呢 可能是耳行先 聽著 什麼 瞇起眼都看不到 一定是這樣 好了 如果有些煙 那些煙 你會不會對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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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動的 這裡也是動的 還有 很大霧 很大霧 就不是煙 它不會醃眼 所以你那個撥 你那個撥 你那個撥還是看的 就是眼睛還是看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在游水 又是動著手 那你在游水會怎樣 你當然是這樣 額頭 頭向高額 一定的 這是感覺上 不站穩的 完全不站穩的 你在游水 怎麼穩呢 你在水裡面 所以這幾種動作 很容易混淆 演員的表演 除了你平時的訓練 你還要有個感受 就是你要當真 你不當真 就沒得做的 冬、熱、還有 病 人也是撥著撥著的 喝醉酒也是撥著撥著的 那你怎麼分呢 喝醉酒 是覺得自己不醉的 一定會是死撥去的 有效能跟 divided 直線不去 這個就是喝醉酒 病是怎樣 病你是好像找東西可以扶著 如果你病過 病,還要行哪 你是不是扶著椅子 充程應查找東西可以扶著? 这个感觉是,哎呀,腰又痛,哎呀,我这里有什么,一定是这样 所以你两样东西一混合,变了一样,那就死了 所以这个演员呢,在戏曲里面,是占了很大的蝙蝠 不过现在新式的舞台呢,就多了一些,譬如有个导演啊,有什么 但这个呢,我是始终不赞成的,我自己 因为,为什么呢?演员演出来的戏是自发的 他投入那个角色,他认为那个角色是什么 是他自己找到的角色的重点去演 这件事,导演未必能给到他 所以,你说好不好有个导演 我觉得导演的职责,是控制整个场面的 不是教过演员演戏的 你可以引导他,你不要这么想,你想什么 可以,但是千万千万不要 你这里这么做,那里这么做,演员就死了 因为演员不是工具,不是螺丝批 演员,他有生命的,他自己 他自己要怎么去做 他看完那个角色,他会去想 你引导他去想,你怎么找这个角色出来 这个是什么是什么 很可惜,现在大家在这方面做的功夫太少 做的功夫多是什么 就是演员如何排位 你这里的位在哪里,那里的位在哪里 其实如果做成一个演员 你是知道了台的位置 真正学出来的 如果你站在台,你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 你基本就不是演员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 你上到台 你一上到台,站在哪里 你就要觉得观众在下面看上来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可以做到这里 你就已经可以做演员了 当然你技巧还是技巧 就是感觉就知道了 这样我们 是不是有什么同学要 要 找些参考书 比如 你不明白我讲什么的话 那你可以 看看参考书 其实我出了两本参考 给大家参考 一本是我自转 一本就叫做 《弟子不为为子弟》 另外一本叫做 《生生不息,生火传》 《生生不息》就是工具书 我是教演戏 怎样站,怎样走 我刚才讲过的东西 那位同学听完 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是 问 有个人问唱方面 是的 我代观众问 有人问 除了演员 刚刚辉哥所说的功架之外 关于唱的部分 是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其实我们先唱 唱念造打 不过我讲整个戏曲的舞台规格 因为一讲唱 就讲三天 就讲完了 不过我简单和大家讲 戏曲有两个部分 唱是分两大类 一个叫曲排体 曲排体全是梗谱的 你懂得发声 懂得发声 套字清楚 按个谱就可以了 那叫曲排体 另外一种板腔体就比较难了 因为它只有规定节拍 规定结束音之外 中间的旋律是任你的 那这种叫做板腔体 就是说我们乐曲里面的帮子腔 二往腔 就是属于板腔体 板腔体本身就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整个戏里面 最多是板腔体 曲排体没有板腔体那么多 也最讲功夫就是板腔体 声方面 当然大家发声方法 我们和一般声乐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是向直的 我们收小腹 收小腹 好像泵的气上去 这个所谓丹田 丹田是小腹 对下就叫丹田 这样就把气抽上去 令自己发到声 如果你说一般很正常的 例如声乐的发声 横角膜扩张等等的东西 就不是太适合在气曲用的 第一 我们是没有选择那个音的部分 因为我们没有说这个叫男高音 那个叫女高音 没有的 我们什么key 什么位都要唱到 所以我们是容许我们的声 去遷就 就是有些假声等等的东西 另外呢 我们是唱字 不是唱旋律 很多时候呢 你听歌曲是唱旋律的 意大利歌剧 可能意大利人都听不到的 那些字是运在旋律里面 但我们绝对不可以 因为我们要唱个故事给人听 所以我们一定是自行先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们的气曲有自己的发声方法 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什么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做粤剧和做墨剧 有没有说分别呢 没有 墨剧可能夸张一点 对我们大家看过 但是其实是异曲同工的 都是那样东西 他心里面有一样东西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 演员本身 在平日的生活里面 吸收了很多真实的东西 抽象了出来 而且美化了出来 他一定要吸收到真实 不吸收到真实 就没用了 我们是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不要忘记了是源于生活 我看到 关于企委的方面 好像很难拿捏 是不是多些排练的 企委才会准确 表演才会顺畅呢 这个是很表面的事 是 是 不是错 但是演员自己的知识是重要的 你站在一个台 这个台上面还有什么人 因为我们是要分大小的位 分什么叫大小的位呢 就是 哪个是最高身份的人 譬如中间有个皇帝 没有人带过他 然后我们是怎么算的呢 你是观众 我是演员 皇帝坐中间 然后一二三四 一路算出去 就是那些身份 好了 那有没有违背的呢 有时候也会违背的 为什么违背呢 或者这一边的人和那边的人 吵架的 两个对立的 那你如果只是计身份 你走到别人那边 那怎么办呢 所以一定不行 所以这个呢 就除了分身份大小的位置之外 你还要分一样东西 就是这场戏在做什么 如果这边和那边对立的呢 你就不能站在对面 就是这样 同时呢 你遮住哪个人 你一定要很准确 你自己知道 到底我现在走出来唱这段 但是如果到你的唱段 你不走出来也不行 你走出来一定会遮住其他人 那你就要看看遮到什么程度 千万不要遮住皇帝 中间的你不能遮住 旁边你可以灵活动 好了 唱完唱段之后 你看看怎样回去 站在你刚才的位置 就不要退 因为我们不是泊车 泊车就退进去 我们的位置 不能泊车这样退后 尤其退后是很噁心的事 你看看怎样找到位置 是向前走的 这样走回去 好了 那我们有一件最抽象的事情 做给大家看 台上没有马 这只叫马鞭 拉一只马出来 上马 那没有马怎么上呢 你心目中有只马 拉着马 很多人就这样 上马了 你拉着马哪里呢 拉着马头 那马头在这里 你在这里上什么马 就是上不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动作 现在很多人都忘记了 这个动作就是 拉着马过来 先 这样才上到的 第二 那只马是否高过你 所以你的眼神就不能这样 这样是骑狗的 是什么 是什么 你拉着马过来 不是真的要上去 就是要美观点 起码都是眼向上 好 坐下来 马在你夸下 那你便可以平时的视线 下马一样 到下马的时候 为什么这下这样呢 马高 你下来的时候 你不是两只脚一起下地 你骑过马就知道了 你明白吗 那人一下来 就是会 退下 脚踏的时候 你肯定有一点 那个感觉 躺一躺的感觉 那你就好了 绑上马 这个呢 就是很基本的训练 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呢 看看 新牌起工 舞台报警 越来越华丽 追求思想性 而故事性 倒门有甚 那么六 导致叫好不叫座 我不是觉得 我不是觉得完全是这样 所谓思想性 和故事性 我不觉得是两件事 因为故事 是输送的思想给你的 我觉得不是两件事 你一定要突出那件事 如果你说 我现在做这个戏 很多人不明白 曲高和寡 你错 是你不能告诉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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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想办法 可以告诉观众 你不要觉得观众 躲在图书馆 看你的电影 他手边没有书 你要直接告诉他 他明白你说什么 你才是对的 不是曲高和寡 他那些不懂的 他不懂 就是你说不明白 明白吗 是你说不明白 给他听 白蛇专说什么 白蛇专是很大的空数 表面就是爱情故事 其实整个社会被他罵了 法海代表那些得高望重的统治者 他才代表群众 白蛇代表一个出身不好的好人 小青代表一个什么都知道的 但是没有人相信他 人微言轻没有身份 如果你再看白蛇专 你会哭 为什么 是因为一个这样的人 是没有犯过罪的 而强行给他 因为你是妖 所以你永远不能翻身 最后困在雷锋塔里面 等了十多年 小青大了 中了狀元 当时是很聪明的 中狀元 他祭祭祭祭祭 他聊完几句 拜拜 永远就回去了 哇 观众看完饭都吃不下 这么好的人 赠医施药救人 他犯了什么罪 你说 没有罪的 那你表面是爱情故事 但你看下去是什么 看下去就是控诉 是整个社会的不公 有些没得说的 是吧 但他那个年代 为什么造成这些东西 其实 很多人性的东西 几千年都没有变过 哪有变过 是吧 所以我们看电影 你说 能不能点出一个题 就是你靠你的功夫 靠片剧和演员的功夫 你将这个电影 如何演给观众看 令观众看到更深入的东西 这个很难说 就是要吻合才可以 好 那还有一个 是关于服装的问题 是 做写访吧 写访 就好像变得轻飘飘 我也是反对的 因为我们不是电影 不是其他的舞台剧 我们的服装 是要适合tak 是說我們要表演的 我們用水肘所留的渣 Expansion的 based on moż小就分擦呢 連着削著件衣服と Motherised 要所定的 色異性的 relate to the exterior 所以 infrastructur ainda是有分別的 太輕的服裝都不能隨意 像狙 Patient dengan unison 吞不及興 這是我們的戲曲 為什麼要幾乎節量不理 我反对的,太轻,不可以的 好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很感谢阮教授和我们说了这么多 关于粤剧的知识,以及解答了很多问题 另外,是不是有人开咪想发问? 是不是有人发问? 是,可能是很感谢今天教授来分享 这个知识也是一片的掌声 我自己在旁边看,能够感受到粤剧演员对于自己 要有所训练之余,关于这么抽象的形象 他们都要有一定的思考 我觉得是很值得令我们继续推广粤剧 给更多人的认识 今天就很感谢阮教授,也很感谢今天参与的各位朋友 在我们的check box也准备了一份问卷 很欢迎,也希望大家可以填下你的宝贵意见 然后再交给我们拉库文化 如果没有再有其他问题 就想再介绍一下 未来的lunch time spa的节目 就会是下个星期二 我们请来本地艺术家 五惠玲阿Ling 就和我们一起体验一笔画的魅力 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先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